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来回的踱步神情十分紧张 不用说呀 肯定是出了大事了呀 那么出了什么事呢 其实熟悉我党历史的观众朋友 听到刚刚我说的那个时间点 就应该猜出一二了 1931年这一年 发生了一件改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大事 那就是时任中央特科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 叛变了 作为当时周恩来的副手之一 顾顺章不仅掌握了当时中共地下 整个的情报网络 还了解很多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藏身之地 因而他也被很多人称为是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由于顾顺章的出卖 很快我党的另外一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捕了 让周恩来紧皱眉头的正是此事 那么被捕的是谁呀 他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江区军委书记的官向英 营救行动势在必行 可是要从国民党手里边 捞出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来 哪有这么容易啊 这个艰巨的任务该交给谁呢 周恩来思来想去 只有他才能完成任务了 谁呀 黄木兰 听名字 咱们不难猜出这一定是一位女子啊 而看照片呢 各位能看出来 这是一位年轻女子 没错 被周恩来为以重任啊 这个营救官向英的时候 黄木兰江江二十四岁 包括您别看他年纪不大 本事是当真不小 介绍一下 黄木兰又名黄淑仪 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流氧 毕业于著名的革命教育家 朱建凡一手创办的长沙周南女校 在那里黄木兰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一九二六年 年仅十九岁的黄木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了汉口妇女部部长 组织过三八妇女节大游行 一九二七年黄木兰转入地下工作 虽说只是个新手特工 但是那些年 黄木兰顺利的完成了很多高难度的任务 比如说 当时上海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罢工运动 黄木兰看准时机 主动请您进入一个沙场当工人 号召更多人团结起来进行罢工 一九二九年 黄木兰又乔装成一个贵妇人 乘坐一艘国际邮轮 巧妙地护送了共产国际的一笔经费 回到了上海 黄木兰的成熟稳重与智慧 在同龄人当中实在难得 正因为如此 二十出头的黄木兰 在当时就已经当上了 上海护计总会营救部的部长 那您说 这个营救官向英的任务 还有比营救部部长更合适的人选吗 不过 接到任务之后 黄木兰可是真犯愁 像关向英这种已经被列为重点监控的 这个红色嫌疑犯啊 在国民党看来 想让国民党当局犯了他 你这谈何容易啊 想救人太难了 可是这个人是一定要救的 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黄木兰决定先走第一步起 找找人套点料 没想到啊 这一下还真套到了猛料 什么呢 原来此时的官向英 并不在国民党的大牢之内 而是被关押在法租界的巡谱房内 听到这估计很多人犯了糊涂了 不是说被国民党抓了吗 怎么这会儿关向英又会在别处呢 在法租界呢 这里有个历史背景要交代一下 1843年 这一杆子直了很远啊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 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里头有一条五口通商 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五处为通商口岸 允许英国人居住并派设领事 借着这个由头 洋人就在上海搞起了租界 所谓租界简单点来说就是城东之城啊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内部自治管理 市政税务警务公务交通 卫生公共事业教育等等 一切事务中国政府一概无权插手 因而当时很多革命同志都在此隐蔽 这里头就包括了官向英 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 国民党特务对官向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于是乎呢 他们便与租界巡捕房交涉 先把官向英啊给关了起来 可是国民党想要把这个人真的搞到自己手里边 根据当时的租界的法律 还得有一道手续 那就是向租界提出引渡申请 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够转移 也就是说只要黄木兰抢在正式引渡之前 证明官向英是无罪的 租界自然就会放人 国民党呢也没有半点脾气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巡捕房放了官向英呢 不瞒各位 黄木兰早就想到了办法 几天之后黄木兰烫了一头卷发 穿上了一身华丽的旗袍 一副贵妇人的造型 拜访一个人去了 谁呀 陈志高 当时上海法族界鼎鼎有名的大律师 黄木兰找他就是想请他出面 为官向英啊替他打官司 可是这两个人非亲非故的黄木兰的请求 陈志高能答应吗 出人意料的是 陈志高不仅热情的接待了黄木兰 还当即就接下了这个案子 事情怎么会这么顺利呢 这就得说到当时两个人见面的情况了 一见面 黄木兰就动情的对陈志高说 自己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丈夫也同样是一位共产党员 不过现在已经牺牲了 这次来上海 原本是想投靠亲戚找份工作维持生计的 可是谁能想到 来上海之后才知道 自己要投奔的孤表兄 不知怎地 却被当成是共产党给抓了起来 可是他确确实实只是一个生意人 还请陈先生千万帮忙救一救自己 这个无辜的表兄 不用说黄木兰口中无辜的表兄 指的就是观向英 所谓的亲戚 是为了营救行动 编造出来的一个合理关系 那自己来投靠亲戚一说 当然也是为了让一切变得更加合理 那么这些都很好理解 可是让人费解的是 就是黄木兰开口说的这个第一句话 他为什么上来就要提及自己 共产党员的身份呢 要知道在当时暗流涌动的上海滩 随便和陌生人提起这个特殊身份 哪怕是曾经是 那也有很有可能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黄木兰作为潜伏在上海多事的老特工 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呢 他之所以这样说 当然是有原因的 咱们下节目 前面说到为了营救官向英 黄木兰主动出击找到了 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大律师陈志高 希望他能够出庭为官向英辩护 两个人一见面 黄木兰便鱼鱼出惊人 爆出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猛料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这么说呀 难道他就不怕给自己招来祸端吗 其实关于这一点 黄木兰心中有数 来之前他早就打听清楚了 陈志高这个人呢 为人正直思想进步 还曾经参加过一些进步团体 更为重要的是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 对共产党革命行动的同情 因而在黄木兰看来 陈志高应该是我党可团结 可发展 可争取的一个对象 跟他说出自己曾经特殊的身份 有一臂而有三立 这臂端不用说呀 当然是陈志高有出卖他自己的可能性 给他自己惹来麻烦 给这个黄木兰惹来麻烦 那三立是什么呢 这第一立就是树立自己弱势群体的形象 博得陈志高的同情 曾经革命工作的艰辛经历 本就让陈志高动容 再加上黄木兰一边说 还一边抹眼泪的样子 我见油脸 看得让人心疼 那么第二立呢 就是一下子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你看一见面 我就把这么重要的秘密都告诉了你 是不是让你觉得我很坦诚呢 是不是让你觉得你被我信任了呢 是不是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可不就近了吗 那么陈志高答应帮忙的可能性 不就更大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三立 把要营救的官向英的身份洗白 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猛料 那都大德方方说了 陈志高自然就不会想到 黄木兰还会隐瞒别人的身份 脑子真是赚得多啊 那么这一下 官向英只是伤人的身份 不就坐实了吗 所以说黄木兰看似大胆的发言 其实暗藏着玄机 说是字字珠基都不为过 而且还真是立竿见影 是立马见效 不出黄木兰所料 一听完这段话 陈志高真是被打动了 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出手帮忙 不仅如此 他还主动提出要带黄木兰 见自己的父亲 让他也帮忙想想办法 一听这话 黄木兰是喜出望外 要知道陈老太爷 那当时上海滩 司法界了不起的大人物 黄木兰来之前 早就做过功课了 陈老太爷 曾经在法租界 做了18年的 公审行庭庭长 不仅救过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老会员 而且还曾经帮过当时黑帮三大头脑 杜月生张孝林黄金融 可以说这陈老太爷在上海滩 那是黑白通吃 没有人敢不给面子 如果真的能够请动陈老太爷 这营救官向英的话 基本上这事把握就越来越大了 对于黄木兰来说 这个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他必须牢牢抓住 很快在陈志高的安排之下 黄木兰正式登门拜访了陈老太爷 让黄木兰有些意外的是 一见面啊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一点架子都没有 当然了 其实真正的大人物都没什么架子 这拿枪拿掉的都是小萝卜头 当时陈老太爷不仅没有架子 相反还十分的热情 甚至主动向他打听起案情来 这哪里像是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呢 反倒是两个许久未见的老熟人相聚 或者说是长辈像一个晚辈在拉架场 那么怪啊 为什么初次见面来求人办事的黄木兰 竟然就得到了陈老太爷如此的礼遇呢 其实还是陈志高在背后啊 打点好了一切 原来在之前的交谈之中呢 陈志高了解到黄木兰出身名门 他的父亲黄颖初与谭四同唐财长齐名 这就了不得了是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刘洋三杰之一 曾与谭四同一起整理过人学艺术还支持过维心变法运动 陈志高知道自己父亲一向很钦佩谭四同的为人 因此安排见面特意把黄木兰的身世和经历告诉了父亲 果不其然了解了这些之后 陈老太爷啊还没有见到黄木兰 对他就先有了几分欣赏 等到老太爷真正见到黄木兰本人之后 他优雅的气质端庄的举止 大方的谈吐又在陈老爷子心中加分了 对他是更加喜欢 结果不用说了 在黄木兰的劝说之下 陈老爷子当然答应帮忙了 不过您可别以为就这么顺利搞定了一切 其实这一次黄木兰是惊险过关 差点就暴露了 怎么的呢 原来当天一番寒暄过后 吃饭席间陈老太爷拉起了驾场 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 哎呀当时把黄木兰惊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问题呢 原来黄木兰介绍自己是湖南人 可是介绍到入狱的表兄观祥英的时候 却说他是关外人 这样还是老子辣呀 这一句话让陈老太爷有了疑心 于是乎他接茬问 你一个湖南人 怎么会有关外的亲戚呢 就这一问还真把黄木兰给问着了 自己之前确实疏忽着这个问题 可是黄木兰当然也是经验丰富 身经百战的老牌特工了 这个问题或者说 区区一个问题怎么能够难得倒他呢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我姑妈当年跟随她的丈夫 也就是我的姑丈 远嫁关外 后来在婆家生下了我这个表兄 这么算下来 他自然就是关外人了 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 一表三千里吗 不得不说 黄木兰还真是厉害啊 就这么两三句话的功夫 就打消了老太爷的疑虑 既然没有疑问了 那接下来当然是安排救人了 一边 陈志高作为官向英的代表律师 提起诉讼要求尽快放人 另一边 陈老太爷则私下约见了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 在家里摆起了鸿门宴 那么同时还让自己的儿子 陈志高和黄木兰一同做陪啊 当时 当天在饭桌上 陈老太爷向法官大发脾气 生气地说 听说啊 这位黄小姐的表兄来上海做生意 怎么就被你们当成是共产党 给抓起来了呢 你们有证据吗 普通法官哪见过这个证事啊 赶紧联盟站起来 哎呦 没什么证据 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啊 一听这话 陈老太爷更是来气了啊 继续向法官施压 你这个案子是我儿子制高办的 既然没什么问题就放了吧 说的这个法官呢 是一个劲儿点的 好 不敢吭声 有了老太爷撑腰 事情果然是好办了很多 官向英的商人身份 很快就坐实了 接下来呢 只需要办一点手续 就能够保释出来 然而 一波未平时 一波又起 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黄木兰意外接到一个紧急任务 这一次 这个任务更为重大了 因为他直接关乎着 我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的生死 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天下午 黄木兰与陈志高相约在一家咖啡馆 交流观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手十指的半截 即管年龄身份 还有九指细节 一一都对上了 黄木兰百分之百确定 被捕之人应该就是向中发 大事不妙 这关乡英还没救出来呢 又有一位同志入狱了 被捕了 这让黄木兰压力骤增啊 然而更加爆炸的消息还在后头 据曹炳生透露 向中发被抓 还则罢了 关键是 他已经叛变了 什么都交代了 一听这话 黄木兰表面上是强坐镇定 内心如舞雷轰顶一般 如果向中发真的辩解 我党为一 要知道 他不仅熟知许多中共秘密据点的位置 以及地下党为的身份 最要命的是 他的手中还握有一把周恩来住所的钥匙 也就是说他的被捕不仅会威胁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存亡 甚至还关乎周恩来的圣词 那么得知如此重要情报的黄木兰 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这么紧张 欢迎欢迎 感谢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意外得知重要情报 突如其来的紧急任务 黄木兰能否顺理完成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更在于为您紧 前头说到黄木兰喝个咖啡的功夫 竟然意外得知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中发被捕便捷的情报 事关重大 黄木兰是心急如痕 可是为了不让同桌的草饼生察觉出异样 黄木兰只能表面上强作镇定 继续不动声色地喝着咖啡 可是等草饼生一走 黄木兰便声称哎呦 头疼病犯了 向陈志高提出要回家休息 改日再约 急匆匆地就离开了咖啡 当然了 出了咖啡馆之后 黄木兰加快步伐 速度赶到了我党最近的一个秘密基地 把这个十万伙计的消息传递给了当时负责中央特责工作的 潘汉年 没有多汤事件 这个消息便一层一层的快速传递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临危不乱 当即作出指示 所有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紧急转移 机密文件全部就地烧毁 指挥扔进马桶里冲掉 地下战线的同志们停止一切行动 统统打扮成商界大佬和傅太太的模样 住进法国人开的高级饭店进行隐蔽 当真是惊险 刚刚撤离没有多久之后 我党不少的秘密基地真的就遭到了突袭搜查 就连周恩来寓所也被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打开了 这钥匙不用说 到时候发给他 第二天 逃过一劫的周恩来 亲自接见了黄木兰这位传递消息的功臣 一方面 怕他头脑冷静 灵活激情 使中共党组织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嘱咐他 注意安全 一定要隐蔽好他的身份 继续小心地开展 营救工作 周恩来同志的话 黄木兰铭记在心 很快 在他和陈志高的配合之下 观向英成功救出来了 短短半年时间 作为上海营救部部长的黄木兰 两次立下大功 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实在是我党地下工作队伍当中 不可多得的一位 骑女子 那此事之后 为了安全着想 黄木兰原本打算转移阵地 换个身份 先隐蔽一段时间 可是谁知道 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黄木兰左右为难 什么事呢 说起来 你看我笑了 陈志高向他求婚了 原来 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陈志高 被黄木兰深深地吸引住了 最后竟然不可自拔地 耐上了他 爱上了他不是耐 在黄木兰自传里 他对于这段经历是这么描述的 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 陈志高 陈志高甚至咬破手指 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 然而 我一时没了主意 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 只得说此事中 我慎重考虑 以后再答复他 很明显此事的黄木兰 十分的为难 原因之一 当然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了 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他有一个 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他有丈夫 还记得前头 黄木兰与陈志高初次见面 不仅提到了 他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对不对 还坦言自己有丈夫 不过已经牺牲了 说了这个情况 那么这件事情上 黄木兰没有撒谎 事实上黄木兰年纪虽小 但是在当时已经有过三段婚姻了 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第一段婚姻是包办婚姻 丈夫是一个顽固子弟 还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 这让当时只有16岁的黄木兰 是忍无可忍 于是乎呢 毅然决然逃离了那个家庭 投尘到革命时野当中 那么第二段婚姻呢 是在黄木兰21岁的时候 他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 婉西眼相识相恋 一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一年之后两个人有了孩子 可是谁知道 儿子才出生三天 丈夫婉西眼就被调往其他地方继续革命 一家三口被迫分离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婉西眼仅仅离开四个月之后就牺牲了 黄木兰悲痛欲绝啊 可是革命工作还要继续 他只能强忍着悲痛 把刚刚断奶的儿子送到婆家抚养 一个人继续踏上革命的道路 黄木兰与陈志高提到的正是 这第二任丈夫 不过陈志高并不知道的是 这之后黄木兰还有一段情缘 来到上海之后 黄木兰又结识了时任中央委员的贺昌同志 这边有了第三段婚姻 不幸的是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 贺昌跟陈毅等一起留在苏区 坚持游击斗争 在一次率领部队向越北边去转移的时候 遭到敌人的伏击被包围了七天七夜 最后壮烈牺牲 话说当时正当黄木兰准备拒绝陈志高之时 中央组织部刘伯锤同志特意找到了他 并告诉他 陈志高是我党希望团结的对象 也是他的主要工作对象 接受陈志高对于掩护自己身份和营救工作 都会更加有利 希望他从革命工作出发 慎重考虑此事 后来关于此事 黄木兰在他的自传中这么写道 也许有人会说 这个决定有点不近人情 甚至有些残酷 但在任何时候 特别是战争年代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 献给党的事业 1935年5月 黄木兰和陈志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婚礼室的刘颖 婚后黄木兰一方面 继续拜托自己的丈夫陈志高 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在陈志高的帮助之下 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通议公司的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而黄木兰的办公室呢 则成为了我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里头有一个隐蔽的楼梯通往 一间印刷室 毛泽东的论持久站 抗日救亡刊物文献 每日一报等等 都在这里印发出去 为我党的抗战宣传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到了后来 整个通议公司几乎成为了 上海党组织活动的大后方 这其中功劳最大的当属黄木兰 不仅如此 黄木兰还打通各种关系 给抗战前线运送物资 提供资金支持 参与了营救七君子的出狱 打通了中共海陆交通线 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 等等重大的行动 都参与其中 这就是传奇女特工黄木兰的故事 黄木兰金国不让须眉 用她的智慧忠诚 在哪个特殊的年代 书写下了一段特殊的经典传奇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和抖音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与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